陈恒辉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国际生意商人,也已称为商业模式改变者,以及制造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造者。 早在1962年,陈先生获得奖学金便到伦敦留学,因需补充生活费,他也在一家中餐馆兼职做服务员。 在23岁那年,不幸的消息袭击了他和他的家人,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,身为潮州家庭的长子,他得背起照顾家人的责任。 陈先生选择往非寻常的路线,带着他的四个弟弟妹妹前往伦敦,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与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。 在上学期间,陈先生开始了飞机租赁业务,口袋里只有100英镑的他,为了支付每次包机的押金,陈先生利用了一种异端的方法在赌场玩扑克筹集资金。 在70岁生日那天,他的女儿做了一个扑克桌蛋糕,以提醒他如何创办他的第一家公司。 Inter-Asia Travel在短短三年内拥有12家国际办事处,及300名员工。 之后,他把第一笔生意卖了,价值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。 26岁的少年就这样获得了他的第一桶金。 接着陈先生创造了更多惊人的业绩记录,成功重组超过35家各种行业的跨国公司, 涵盖银行业、清洁能源、旅游、房地产开发和资产管理,成为企业重组和金融工程方面的专家。 他的重组努力产生了平均69%的复合年增长率,多年来每项投资的平均投资倍数为48倍。 以下是之前重组的35家公司中仅有5家的势力。 在疫情前的2019年底,5家公司的总市值超过199亿美元。 更重要的是,每年带来高达10亿美元的利润。 在这疫情,公司总市值181亿美元,收入约103亿美元,但录得利润14亿美元。 在过去8年,陈先生把焦点放在投资与建立监视基础,以为集团建立一个可维持健康生活的愿景。 他们遵循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的三个核心理念。 健康、财富和幸福。 Health, Wealth and Happiness, HWH。 HWH的使命是通过提供最优质的产品,并随着自由文化的盛行,以创建电子商务业模式。 从而为会员的健康、财富和幸福做出贡献。 让大家与朋友、家人和世界各地的客户都可以轻松获得与享用这些产品。 在这业绩记录可看到,这不是该团队第一次从事这些业务,而是复制之前的成功。 但这一次,做得更好、更快。 经过多年审慎的计划,操纵和通过障碍执行, 陈先生有信心地觉得集团公司已在爆发的边缘,并准备好公司突飞猛进的业绩增长。 感谢收看。